吉安厢公所为了提升整体冰降服务品质 109年争取到火化炉具及空气污染防治设备更新整件工程 经费党1亿320万 9号上午特别举行工程开工仪式 并且由县长徐真卫、吉安厢长游淑貞 吉安代表会主席邱美云 还有多位代表们及村长们共同建设工程上香 其助开工圆满胜利 而整体工程预计在111年12月要完工 吉安厢火化厂主要服务秀林、新城花莲、县吉安厢、首逢厢、封冰厢等六厢镇的火化量体 年平均服务火化大体约2300聚 使用频率非常高 由于火化炉具已经使用了11到18年 炉体老化及需整修 而且现有的空污设备已经无法符合环保规范 因此吉安厢公所积极争取经费 希望可以改善相关设施 谢谢我们中央驿注我们县厢的协力 要来让我们所有的空污品质 跟执行整个我们后世的圆满 最后的一里路做到最好 吉安厢公所今天让我们的火化炉具的一个开工典礼来顺利圆满 未来的工程进度三年 我们希望来做好最完备的整个安全性的建构跟执行上的一个品质的防护 县长徐中卫相当肯定 也特别感谢香软游淑珍努力来提升吉安厢的兵杖硬体设备 打造捷径安全精致化并且具有示范性的生命礼仪工程 第三期的花东基金的时候 我们在收集各乡镇的意见以及计划书的时候 我们非常非常重视我们这个案子 为什么 因为这个案子必须要优先来排序 这个案子必须要优先来排序 因为这是对于花莲一个市政的尊重 以及对于吉安厢的尊重 这次改善工程将分为三个阶段来质询 不会影响到整个殡杖业务作业 不能停留的情况之下 我们要正常营运情形 所以我们才分期施工分三期 也就是说每一期我们只有做两座的火化炉 跟一套的空气外来防制设备 这样子分成三期的话 我们的营运上的话都可以因应的没有问题 吉安厢的尤淑珍感谢中央和县政府 重视乡镇基础建设需求 也承诺会全力为慈云山的火化工程建设品质来把关 落实监督机制 要求厂商做好工程整体的安全工作 借刘明圣节相报道